來 一個人輕旅行的側拍小單元來了 這就是那時候白同學有嗎 剛才直播的時候來的地方 這個秘境看起來你就覺得說 很像那個三國以前人在拚順的地方有嗎 因為直播我怕那個訊號差 我習慣就這樣把它再拍起來 那邊就是那個什麼 北港 我過去那個就是 北港的媽祖廟就在這邊 然後就是一樣 可以在這裡下騎 然後跟你的車子約會 這裡不錯啦 這就像桑聖樹 這蠶寶寶在吃的 這桑聖樹的 桑聖樹的旁邊就有棵角了 然後那個穿得長了 這個 我不知道這幾百年了 大概拍一下這個室外陶寶的感覺 讓同學們看一下 這看得很舒服的啦 舒服得很舒服的感覺 漂亮喔 然後這就是那個什麼 水仙宮的後邊 水仙宮的後邊 非常舒服的一個地方 一樣我們再去看一下它的 大山大水 大山大水 像水而已 它這些樹我真的看可能 應該都上百年應該有 你看這個頂有喔 它從上面這樣酸 一直酸酸酸酸下來 漂亮喔 真的 我很敢在這裡有那個感覺 然後你看那邊 有人在那邊跑步喔 它有夕陽 跟朋友在那邊聊心事 只有讚而已 在這邊就不會想送燒了 好啦 我們繼續下一站的輕旅行吧 走